这个折到写的比较平淡的点 因为粗细看起来都好接近喔 这边的粗细有点弧度而已 粗细看起来就接近 写到这里竟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会不会是累了 好 这个是看起来比较呆笨的 到这里就稍微再加上一点灵活 右边的直画通常都最长 然后稍微往外再往内再勾起来 折 上 上看起来比较扁 不过这个笔 还是保持中锋的弹琴 短的 这个很长所以显得这个字扁 但是这个笔画要稍微一点弧度 还得有粗细 上 0 0 0 细瘦的 撇 用力的 横化 远转的 远近的 下面短一点 然后撇 顺到底不要触碰太严重 点 跳过来 然后这边刮过来 再回来 再用力的刮一次 再点 然后左边这一个 写的很 应该说很拘谨 写的比较小 短短的 就这么短 以前都会拉长 不过在这里它拉短 那等于是因为 这里有个耳朵旁 保持圆劲 张开 记得要 都回来 勾得回来 张了出去 记得要勾回来 然后刚才讲说这里不长 是因为 这里有一个 它的铃 MG有一个很长的笔画 0 日 日的话 用力按 写下来 这比较细 则 用力按 右边也写得比较长 通常都会勾一点点 勾的目的是为了要写中间这一横还没写完 记得把那个 横画写得饱满一点 日 月 月 起比平一点 加上粗细 不太粗风 往右下角凹出去 翻回来 勾上去 薄满 带动 横画多一点薄满鼓起来的样子 下下比较干 用力抹过来拉长有个弧度 往右下一点 这个下的话就是加上粗细 而且比较浑厚 接近中锋 起来再点 拉动这个点 下 绝 绝的话 它写得还蛮厚的 不过基本上 这个就像形梳了 这个长得比较高 张开 缩紧 张开 缩紧 哇中间密度很大 这形梳了 到后面拉开以后 记得翻上去 绝 空 上面这一点 拉到后面 掉过来 用力抹开 铺开 这个上面写到是有点厚实 很用力 又铺开 软转的过来 空 斜过来 用力 后面稍微按一下 有点带到下面 下一笔的味道 这里看有点尖尖的 空 轮 轮的话 第一个 短的 不要客气 第二个 饱满的 张开 这里都保持弹性 那笔 有饱满的感觉 带过来 露上去 这是圆镜姿势 看下这个笔画 十分的圆镜 然后这又逆回去 哇这前面好粗 然后这个细细瘦瘦 感觉 勾出去又有感觉 带回来的感觉 然后笔画让它靠中间 让它至中宫收紧 四周放松 没关系 中宫 记得要勾 中宫收紧 那以前的轮都会超出上面这个横跨 现在比较没有了 现在都从里面开始 轮